我要買一個電視機 我買什麼?我一定買日本的 中國都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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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認證免費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優先群組包括較高感染風險或較高藝人士 出事了阿伯 一名63歲男子接種科興疫苗兩天之後死亡 我不想和他交加辯論 衛生署強調未確立因果關係之前 不會暫停接種計劃 出事了阿伯 再多一個人接種科興疫苗之後死亡 在一個星期之內第三宗 專家委員會認為 第二宗死亡個案和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 一人打完科興疫苗之後死亡 專家委員會認為 七宗的死亡個案和打科興疫苗是沒有直接關係 你們真的很混蛋 混蛋 混蛋 聽完這班所謂專家這麼狗無恥說話 我真是忍不住要爆了 條理老母蘭花系 百里老母個臭街 全家富貴 尤其是赤婆和陳無恥 害死香港人還在說廢話 你們要拆鞋表中不要緊 就算你赤婆很肯喜歡幫脆脆含 都是你的事 但不要再害香港人 香港人已經被你的臭膝害到雞毛鴨血 不過赤婆你不要開心 整個特區政府走出來大造宣傳 要求所有60歲以上的長者 就算是高危人士都可以接種疫苗 這樣擺明是違背國家公佈的規定 中國國家衛生部都已經公佈了 科興熱活疫苗只能給18歲以上 59歲以下的市民接種 你赤婆自把自圍 現在引致7人死亡兩面坦一危殆 遲少少分分鐘還會有幾個接種疫苗的市民 去見你永遠都見不到的上帝 不過赤婆你都不會拜得很久 因為你這次亂七的決定 是違反了國家衛生部的規定 還隨時洩漏國家機密 被人知道中國製造的疫苗是會打死人 是無論用 大陸所說的什麼2025、2035 還有就是製造大國 原完全是假大空吐廢 所以 相信我們的國家尤其是翠翠 很快就會叫賤婆下台 到時大部分香港人 包括小部分藍絲都會很開心 至於片頭成崇大哥所說的 中國製造的電視機會爆炸 可能年代久遠 又或者她後台真的夠硬 應該不會有事 至於賤婆肯定有事 究竟是出大事還是小事 我們就拭目以待等待這個場景出現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正常生活 做好自己 好了這段到此為止 請大家幫忙訂閱齋吹頻道 留言 點讚和分享 可以的話再幫忙看多些廣告 多謝收看 拜拜